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乌军突袭俄战机场战国赫赫 在过去一天里 这个乌军呢 在多条战线向俄军展开反击 在这个首都基辅的西北方向 击退了俄军的阻力 不过现在看来呢 最重大的这个战国呢 还是突袭了这个赫尔松机场 因为呢 开战之初呢 俄军呢就使用导弹和空军呢 对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呢 进行了这个打击机场 也进行了破坏 所以乌克兰空军呢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过去20天来 主要都是以防守为主 但是呢 今天呢 他们终于恢复了战斗力 开始空袭这个俄军 所以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迹象 说明乌军呢 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反击了 赫尔松呢 差不多是俄军攻占的 就是最大的一座城市 实际上呢 它这座城市呢 只有20多万人 排名呢 属于在乌克兰的 十大城市之外 但是呢 俄军呢 已经把这里面 当成了一个主要的 这个司令部 或者说是 一个主要的指挥部 一个 同时呢 也在这里面 囤积了大量的装备 就是说把这个地方 当成了一个战略这个中心 而乌克兰空军呢 今天突然这个出动 对这个 他的机场 也就是他的这个枢纽 交通枢纽进行攻击 不仅摧毁了大批的 这个在机场上面的军车 而且呢 还摧毁了多达15架直升机 给俄军以承重打击 一开始的消息呢 有说是三架 有说是三十架 从今天早上开始 我就一直在注意 最新核实的消息呢 是俄罗斯有15架直升机 要么被完全摧毁 要么遭到损害 不能够再飞行 所以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迹象 而且呢 像这样打下去的话 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呢 估计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飞机呢 虽然很糟糕 但是呢 它造价却很昂贵 而且俄罗斯的工业能力很差 它制造飞机的很多这个合金材料 现在都依赖进口 所以说呢 如果在这个前线消耗的太快的话呢 那么俄罗斯是没有办法补充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说俄军的恶门就要到来了 因为美国准备呢 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无人机弹簧刀 这种弹簧刀呢 非常可怕 我们都知道 以前那个美军提供给乌克兰的那种大坦克和装甲车的武器呢 主要就是标枪 但是标枪的射程呢 只有最长只有五公里 也就是一般在三到五公里的范围内 它才有效 更远 这样以来呢 三到五公里呢 就是乌军在攻击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翼翼的集中目标 中间的障碍也不能太多 多了以后你看不见 看不清楚对方的坦克 但是呢 你接近到他三五公里的时候 对方也可以看到你 坦克上可以炮击你 坦克上面的重机枪也可以对单兵实施攻击 所以说呢 而美国现在提供的这一种弹簧刀呢 那个性能就优越的多 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到二十公里 在二十公里之外呢 可以这么说 俄罗斯的坦克也好 装甲车也好 都会猛叉叉的 稀里糊涂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枚导弹就冲天而降 集中它的天灵盖 然后呢 深入内部 把它里面的人都通通炸死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呢 是乌军将要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 因为呢 现在呢 随着这个俄军呢 在乌克兰的这个侵略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 美国民众呢 越来越愤怒 现在呢 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众呢 都甚至认为呢 美国应该参战 所以说呢 拜登政府呢 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呢 拜登和北约呢 拒绝了进飞区 这样一来呢 就说呢 他就不得不向乌克兰提供更好的 更先进的武器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国防部已经做好了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 而预计呢 拜登总统很快就会批准这场援助 因为拜登总统呢 刚刚签署了一个文件 宣布呢 向这个乌克兰追加八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 在以前呢 两亿美元的基础之上 要知道他是八亿美元的武器就相当厉害了 可以这么说 这八亿美元的武器 足以摧毁俄罗斯军队的主要的这个作战力 所以说呢 这个普京的恶门就要到来了 另外呢 一个消息就说呢 这个普京呢 现在呢 已经有点怂了 就是说呢 开始示弱了 因为呢 这个俄罗斯的联邦外交部 刚刚宣布一个声明 他说呢 这个邓巴斯地区的两个州 是否回归乌克兰 由当地居民来决定 这个呢 是要知道 这个呢 是俄罗斯以前从来不承认的 他以前呢 他一直想要这个克里米亚 另外想要这个顿巴斯的这两个州 而且呢 他的条件一直是要求 这个乌克兰承认这两个州的独立 但是现在呢 普京呢 已经情侣寄情了 他守战实在无牌可打了 本来呢 他想搞核讹诈 但是也失灵了 因为拜登明确表示 根本 美国根本就不怕核战争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美军随时能够搞定俄罗斯的核武器 连那个马斯克都能通过他的星链卫星 来控制俄罗斯的核设施 让克里姆林公无法发射核武器 那么白宫呢 那么国防部呢 当然是有更强大的能力 能够控制住俄罗斯的核武器 再说俄罗斯的核武器 他也突破不了 美国或者欧洲的那个弹道防御 导弹防御系统 其次呢 即使那个中国愿意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帮助 但是一般观察家认为呢 由于中国的武器呢 更加差践 所以俄军几乎不愿意使用 如果双方合作 想生产更新更好的武器呢 那恐怕得一年半载 甚至两年之后才能拿出产品来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效率都非常低 他们的工程师啊 什么的专家呀 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只会骗钱 哪里会能制造先进武器呢 所以说呢 那对于俄军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很难想象 现在这个表现这么糟糕的俄军 还能撑个一年两年的 战争之初呢 这个实际上普京呢 第一个举动呢 第一个战争举动呢 就是承认认可邓巴斯的 邓尼茨克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而现在俄罗斯在这个立场上呢 退却 就等于退回到他 开战之初了 也就是说呢 俄罗斯呢 这个忙了半天 俄军忙了半天 真是什么都没捞到 只是呢 送给了乌克兰人农民 大量的军事装备 另外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 被乌克兰军队给击毁 不过呢 也有这个网友指出呢 实际上普京这个熟呢 是只是一种表面的 没有实质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顿巴斯的这个 那个地方呢 由于2014年俄军入侵呢 已经有200万居民呢 逃出了那个地区 现在呢 他也不可能回去 所以说呢 他怎么投票决定 他们是否归还乌克兰呢 对不对 联合国主持吗 维和国不得进去吗 所以说呢 这个呢 都是一个 又是扯皮的事情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个信息呢 就是表明了 这个普京呢 已经走投无路 他确实想这个 就是下坡了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 起面的台阶 他就都可以 试音的